1960年,昆明军区司令员秦纪委发布命令,解放军某部进入邻国缅甸在当地部队的配合下,发动针对国民党陆军的最后一战。此时,距离新中国建立已经过去了11年,为何还有国民党部队需要解放军来清剿呢?而且,为何缅甸会主动邀请解放军去自己的国境线内进行武装行动呢?这一切,还要从国民党军第八军第九十三师说起。 国民党九十三师是一支如假包换的精锐部队。1937年,这支部队在抗战前夕被组建起来。由于有坚强的后台,部队的装备精良,训练也十分到位。其首任军长吕国全更是身经百战的将军。他毕业于黄浦军校第二期,与卢德明、周一群、邱清全、郑建民等人士同学。在抗战初期,九十三师并没有太多出彩的战绩,但是仍然作为精锐,得到了国民党政府在装备补给方面的特别优待。 1942年,中国为了维持颠面公路,派遣很多支优秀部队组成远征军,出国到缅甸作战。九十三师就是最早进入缅甸的部队之一。然而,远征的岁月对九十三师来讲并不美好。 由于英国人的不配合,远征军从开始集结到最后作战,始终处于一个非常别扭的状态。 为了让中国军队当电背,英国人经常不和友军不打招呼就撤退。 这既让人十分气愤,也让中国军队非常被动。但即使如此,九十三师仍然参加了多次解救英国人的战斗,比如说著名的人安枪姐为战。 他们在缅甸打了多半年的仗,参加了同古保卫战,四瓦祖基战等等战斗,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 1946年,解放战争拉开序幕,九十三师作为精锐部队之一和第八军一起,在国民党战将李弥的指挥下作战。 李弥在抗战时期也算是一位有所建树的战将,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却成了随时被解放军将领碾压的存在。 1946年7月,李弥指挥部队向资伯、异都、平度、夜线方向展开进攻,但是开战不久,就被解放军吃掉了两个营和一个团。 1947年,李弥再次在南麻战役中遭遇了惨败。 由于他设置的防线太过分散,导致部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,没有几天的时间,就又有两个团被消灭。 事实证明,在面对解放军的名将素玉时,李弥和其他人一样力不从心,但是,就是这样一位连吃败仗的将领,在不久之后却升官了。 1948年7月,李弥升任第13兵团中将司令员,不过没过两个月,淮海战役就打响了。 李弥在战役之初,曾经和邱青泉一起去营救过黄百滔兵团,但是最后功败垂成。 淮海战役时,在国民党参战的四大兵团的司令官中,李弥的特点并不突出,他既没有黄百滔的兼任,也没有黄为的执拗,也没有邱青泉的勇武。 这就造成一个情况,李弥只能去打一些重规重举的仗,根本不堪大用。 11月下旬,杜玉明带领秋,李两兵团,按照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,从徐州撤退,结果走到半路之上,被解放军围在了陈关庄,永城一带。 本来在战场上勇武过人的解放军,此时却突然用了一招为而不打,通过严密的包围,切断了国民党部队的补给供应。 而虽然每天会有部分空投,但是对于几十万的国民党大军来说,这无疑是杯水车薪。 同时,解放军用热气腾腾的包子作为武器,招响国民党部队。 几乎每一天,都有成建制的国民党军投降解放军,李密对此无能为力,只能是去阵地前苦苦相求,让逃亡者把武器留下。 1949年1月,解放军发动了翠库拉朽的攻势,早已意识到难免失败的李密,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,非常低调的潜逃了。 不得不说,李密在化妆逃顿方面确实有些天才,他居然在所有人都向南逃窜时,反其道而行之,跟着逃难的人群向山东方向走。 凭着假冒的身份和一些地主的配合,他居然开出了解放军放行的路条,大摇大摆地跑出了包围圈。 和李密一样,九十三师的大批人员,也在解放军的包围圈家凤处寻得一丝空隙,逃了出去。 但是,此时长江以北已经尽数被解放军占领,九十三师只能撤退到了南方。 1949年6月,李密在凤化西口见到了蒋介石,并在其授意下重组第十三兵团。 那么很自然,作为老部队的九十三师,再次被化归到李密的麾下。 但是,此时的第十三兵团已经是落了破的凤凰。 在其布防云南时期,李密和云南主席卢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,险些因此被捕。 李密没有办法,只能带领部队去重庆附近安身。 1949年9月,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强,李密只能带队到云南的战役趋近一带住房。 但是,在这一年的12月,卢瀚宣布起义,措手不及的李密被扣在了昆明。 在这个时候,他那圆滑狡诈的性格再次发挥了作用。 他读咒发誓地对卢瀚表示,自己愿意去劝降附近的国民党部队。 卢瀚同意了,可是李密出了昆明后,立刻召集部署,将部队撤到了开远,蒙子附近,一边休整,一边固守。 但是此时,李密的这个第13军团,剩下的全部军力也不超过2万人。 面对解放军发动的攻势,他们根本不堪一击。 眼看情况已经无可救药,蒋介石密照李密赴台。 1950年1月,李密登上了飞机,而其他的部队被扔在了云南与缅甸的边境处。 1月25日,在解放军的新一轮攻势下,第13兵团彻底崩溃,多达6000人被歼灭。 以93师为主体的一部分军队没有放下武器,而是选择了逃入缅甸。 他们知道,解放军虽然无敌,但是也不能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跨境作战。 于是,这一波国民党部队算是暂时稳定了下来。 逃入缅甸的国民党部队与一些已经复原,并定居在当地的远征军老兵合并组成的一支部队,总人数有2000余人。 但是很快,他们的补给就断绝了,连饭都吃不上。 一些高级将领,比如说93师的师长段希文,不得不拿出一些私人的积蓄给部队买吃买喝,实在不够的就和当地人设掌。 当地的华侨看他们太可怜了,就发起了集体募捐,给这支部队搞到了一些钱。 他们当时还没有统一的指挥,也没有正规的番号。 几位高级将领一商量,将部队命名为了复兴部队。 到了1950年的3月份,远在台湾的李弥也终于知道了原来自己还有一部分部队逃入了缅甸。 他立刻向蒋介石申请,给复兴部队送去了5万泰铢。 4月,李弥带着私人的积蓄10万美元去了泰国,用这笔大钱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。 复兴部队的存在,让蒋介石有了一些新想法。 他准备重新武装这支军队,当作自己展开反攻的一块筹码。 1950年9月,李弥正式进入缅甸北方,以复兴部队为班底,又纠集了一部分军队。 成立了所谓的救国军,向解放军发动了一次攻势。 此时的解放军并没有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云南。 这一时期,中国在西南方面进行抗法援越,派出军事顾问团去帮助越南改造军队。 在东北,朝鲜战争随时可能升级,党中央已经组建了东北边防军,随时准备入朝作战。 在东南方,肃毅将军正在集结力量,准备发动对台湾的攻势。 云南和缅甸的边境,防守自然就要相对薄弱一些。 趁着这个空档,李弥指挥的救国军突然发难,派出部队攻占了云南的四个边境试战。 他和蒋介石都十分兴奋,在报纸上大肆发布消息,庆贺大姐。 但是,强大的解放军,岂能容忍他们的猖狂。 很快,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师便进入边境地区,对救国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。 在武器和兵力上都不占优势的救国军,只能再次退回缅甸。 蒋介石和李弥天天想着反攻,但是自己的后院此时却起了火。 这支救国军突然和自己的东道主缅甸大打出手,而各种的原因还是只能说他们自己不好。 缅甸和其他的国家不同,在他们的国家内几个大的部族长期处于敌对但相对平静的状态。 他们的政府长期处在一个部族的控制下,对其他部族进行着残酷的打压。 受到打击的部族自然不甘心受欺负,于是便经常与政府军作对。 只是他们的实力较弱,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。 但是,当这两千多国民党军进入缅甸后,情况却发生了变化。 在共产党人眼中,这些部队无疑就是丧家之犬。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在长期战争中磨练的救国军,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。 于是,他们就成了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的拉拢对象。 很快,救国军成了少数民族的铁杆盟友,甚至还和他们签下了攻守同盟的条约。 在不向云南方向进攻的时候,他们就帮助少数民族对抗政府军。 同时,为了贴补军用,救国军的将领利用当地多余湿热的气候,大规模种植鸦片,并且通过少数民族垄断了鸦片贩卖的渠道。 而偏偏,鸦片的种植也是缅甸政府的一项上不得抬面的收入。 救国军之所为无异于断人财路。 另外,还有一个不算太大的原因,救国军的武器弹药,大部分是美国人援助的。 而缅甸当时正处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。 1947年,他们刚刚赶走英国人,那么同样作为白人的美国人,自然也不太受缅甸人的喜欢。 在各方面原因的作用下,缅甸一边在世界上呼吁保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一方面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,想要把救国军和那些少数民族的武装一网打尽。 1952年11月,缅甸在胆邦及其附近区域实施了军事戒严,同时宣布取缔了当地的吐司,一切事务全部交由缅甸政府军管理,这就相当于断绝了救国军的后援和耳目。 事实的情况,也确实如同缅甸军方所预料的一样,救国军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战略,没有鼓动当地的武装驱逐缅甸军人。 结果,救国军的这一态度,给了缅甸政府军胆量。 1953年1月8日,一位一切准备就绪的缅甸军突然向当地的克伦族武装发起了进攻,而克伦族正好就是救国军的盟友之一。 消息很快传到了李弥的耳朵里,他早就对缅甸军方的逼迫不满,此时一看对方动手,自己也就不再犹豫。 2月4日,李弥下达命令,救国军全军开始配合克伦族武装作战,而他们的突然加入也让毫无准备的缅甸政府军措手不及。 最终,缅甸军方只能吞下失败的苦果,被打击了的缅甸只能使出最后的一招,在国际上进行控诉。 1953年3月25日,缅甸外长早昆卓在联合国发表了讲话,控诉了救国军的行为,因为他们终究是来自中国的,所以他们的军事行动最终被定性为侵略。 联合国随即对蒋介石政府施压,希望他们立即采取措施,停止救国军的武装行动。 缅甸的合理诉求,也得到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支持。 而此时,朝鲜战场的情况已经趋于稳定,上甘岭战役已经结束,双方在谈判桌上,也仅仅剩下了战俘问题需要解决。 解放军的战略重心已经重新难以,国民党的反攻已经越来越不可能,救国军继续盘踞在缅甸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蒋介石决定顺应国际呼声从缅甸撤军。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,台湾当局在10月24日签署了撤军协定。 一个多月后,接人的兵舰和轮船开始出现在缅甸的港口之外。 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,救国军共撤退了6000多人,其中包括了不到1000人的家属。 然而,事情还没有就此解决。 原因很简单,当时的国民党对这支部队的控制力已经大幅下降,很多人一听要去台湾,立刻表示反对。 最后,他们仍然选择留在了缅甸、泰国的边境地区。 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,最终造成了缅甸军队主动请求解放军入冕作战,以及著名的金三角的辉煌与衰落。 这个故事,我们将在以后的视频中进行解说。 感谢观看